第一个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些保护 那个保护部分的话 就是里面的话 我希望让公式取消 第二个不能串改 怎么做 第一个请你先把这个范围先全选 这个工作表的范围 全选之后按滑鼠右键 图成格式 先确认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因为我要保护的 只有什么呢 只有这个区块 就是沿袭实处 其他部分基本上我不要保护 所以怎么办呢 你先把它全选之后 记得把这个先取消 就是说全部先不要 也不要隐藏 就是说全部都不保护 也不隐藏 哪一些要保护隐藏 就是这个范围 所以做两次 第一次先把全部全选取消 第二次再到这边 一样出称格格式按右键 也就是说呢 针对这个范围做什么 锁定跟隐藏 特别之后 只有这个范围 其他范围 不保护也不隐藏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只有做完第一个 那你现在想说 那这个还在 对不对 那要怎么让它消失 很简单 请你切到教育里面的保护工作表 保护工作表里面的话呢 它会针对你有做锁定的部分 去做保护 OK 所以它这边有保护哪些呢 选取锁定的储存格 能够允许的就未锁定的就可以 所以这两个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要取消 密码要不要加 我是建议一定要加 如果你不加的话 它直接可以到这边 如果你不加 对不对 你这样确定 它如果说 现在是 如果保护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有没有 它的那个什么 公式 有没有发现 不见了 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它要篡改的话 当然也不能够篡改 它会出现什么 你这个要取消 OK 那要怎么取消 就是说呢 你要到哪边呢 到保护工作表这边 如果说我刚刚没加密码的话 你会发现 只要 它知道有这功能的话 它直接按取消 它就完全可以看到 有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 一定要在这边保护工作表里面加上密码 再输入一次 如果说有新人 它要取消的话 按下它 你会发现它跳密码 那如果它没 它不知道密码的话 它一定会出现什么 密码不符 有没有 所以它就没办法取消 也没办法修改 只有你自己知道 那个 就是怎么密码 所以你自己才能够把密码打上去之后呢 才能够再做后续的修改 不过呢 最怕一个问题 就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密码 那就是很惨的一件事情 因为之前的同学就遇到这样的状况 密码输入之后忘记了 忘记了就完蛋了 OK 所以这边是密码 它尽量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去记得密码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一定要输入密码才能做修改 OK 我是用1234的 按取消 你一般才可以进得来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加密码 然后我们可以就保护起来了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 我们要的保护部分 其他像这个地方 这个因为没有保护 所以如果要变更的话 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比如说输入改成2 可以改 有没有 这边因为没有保护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把刚刚这个部分 也一样变成VBA 不过变VBA的话 请你先把保护 这个保护先取消一下 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因为这一题其实还蛮复杂的 就是说呢 跨了工作表 所以我如果希望一件 可以把资料全部输出的话 那用最简单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按一下它 自动怎么样 把公司丢进来 有没有最快 所以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一下全部完了 为什么 因为我其实只有写 这个VBA程式 用最简单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刚刚讲过的 插入一个 沿袭总时数的一个按钮 一个sub 然后回圈范围就 4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列 做什么呢 在我的西栏的这个地方 丢出什么呢 丢出公式 那公式的话呢 其实很冗长嘛 就刚刚那一串 什么样 反正你就照贴就好了 里面要改哪些地方 应该还记得吧 就是 1 就是里面可能是 原来是空的 那你就把这一个 把它直接 复制 然后取消 贴到这边的那个双引号后面 但是就是记得那个诀窍 第一个看里面有没有双引号 好像没有 OK 所以第一个不用 第二个的话呢 里面有没有2 起始值 不是这个2 这个 所以没事不要改 那改了之后反而有事 因为这是工作表名称 应该指的是什么 应该指的是B2 跟这个B2 其他好像都不用改 因为这个范围是固定的 只有这个会跟着变动 那如果未来你不知道要改哪里的话 有一个简单的诀窍 就是呢 你可以切回到原来你的公式里面 然后你点这个再点下一个 你看一下有没有 哪些有变动的 那就是改哪些 你会发现点下来 只有两个地方变动 哪里呢 这边跟这边 那这个就是我们将来 I要变动的地方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很简单的逻辑 我想我上课的东西尽量都是 再简单再简单的 你只要固定SOP 把它记下来 然后用上去 慢慢你就知道 原来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没那么困难 就是一定要熟练就对了 所以我就改什么呢 改刚刚的这个 一样 系那个绝效 双一号双一号移到中间 and and移到中间 再把它加一个I 然后呢 这个and前后呢 现在再空白 然后把这个双一号到双一号的 这个东西复制一下 贴到下一个二的地方 诶 诚实改完了 有没有 应该没有很困难啦 常改改完之后 我想你大概改了 改了几遍之后 你就非常的熟练了 那闭着眼睛都会了 OK那清除更简单 就把它清空 沿袭总时数输出 OK 你会发现呢 结果就出现了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你保护工作表 那因为保护工作表下去 这个范围已经被保护了 那如果我现在按清除呢 可以清吗 完蛋了 错误 为什么 因为他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怎么样 不过你不用看这个 应该猜也猜得出来 为什么 因为保护了 那你用程式去变更它 不行 但是他显示出 他不会跟你讲说 因为你设定了什么保护 所以程式没办法乱 他会跟你讲一个 模拟两可可能的问题答案 所以以后你不要只是看上面的东西 你用逻辑推敲 大概可以 所以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要怎么办呢 其实应该怎么样呢 如果你要真的能够修改 你可能就要用VBA里面 动态的先把保护先取消 再动态的再把保护加上去 所以意思就是怎么样 就是在开头的地方 先加一个取消保护 再结束的地方呢 再把保护加回去 不就OK了吗 应该可以了解那个逻辑吧 其实我最近好像在 我们部落格上面 其实就有贴了一篇文章 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东西 如何动态的取消 取消那个保护 跟这个有没有 其实就这个东西 大概就有一个 像我的部落格里面就是会有个预览 然后有一些说明 然后有一些画面 就我们刚刚讲的 就动态的去取消 跟把动态再加回去 请各位也许先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动态的把这个密码 再把它加回去 跟取消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